第二屆《世界香港論壇》在9月1日和2日舉行 我諾言討會 並在加拿大多倫多北約克中央圖書館現場直播 會上邀請了離散在世界各地的香港人 包括知名學者、評論員和社會人士 以及關心香港的各國人士 討論一系列議題包括是否需要香港議會 香港言論自由是否已經到了盡頭 如何抗衡中共滲透 如何建構世界香港 以及不同族裔離散外國的抗爭經驗等等 在9月1日晚的開幕典禮 以《蘋果日報》展覽作序幕 希望外界關注即將開審的《蘋果日報》案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涉嫌違反國安案件 原定8月18日開審 後來押後至12月18日審理 多倫多支持中國民運會主席吳溫溫認為 《國安法》實施後 香港的政治審訊只是演戲 他認為在海外的人應該多些發聲 施壓北京和香港政府 所以反而我覺得就是 為什麼我們在外面可以說多些話 有多些自由空間的 應該出多些聲音 因為現在北京政府、香港政府最關心的就是國際的輿論 他們要被人看到他們自己是多麼尊重民主 其他東西 所以基本上他們的做法 就是我們要靠國際其他的輿論、其他的聲音 去給予施壓力 在香港的政府 他的司法制度 因為現在我看到的就是 香港現在的司法制度 是不公平、不公正、 還有是根本不是accountable 沒有人可以問責到的 他也解釋了 為什麼加拿大需要儘快通過 《外國代理人註冊法》 《外國人代理註冊法》 其實是其中一個步驟來的 因為主要就是說 現在我們看到 還有這個法例 我們提出來的這個法例 是包括所有國家的 就是外國、所有其他國家 不只是針對中國 可能蘇聯、伊朗 其他比較特權的國家 所以我們在這方面 我們覺得就是說 基本上我們看到 如果是作為一個華裔家人 我們看到就是說 這30年來的我們的華人社區 是不停地被人滲透的 滲透從媒體到政治的參與 這些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例如我們的國會議員 好像Jenny Kwan 溫哥華的Jenny Kwan Michael Chong 是保守黨在這邊的 都是被人監視 被人去刮傷 這些這樣的情形 我們覺得就是說 如果在我們的民主的制度 在加拿大民主制度 而有更多的透明度的話 這個是對我們維護民主的一個很好的策略 主要的國會員的 就是不理會是哪個國家 總之是加拿大人 或者不是加拿大人 總之你是代表其他國家 去做遊說的工作的話 你就應該要登記 這個登記就變成了一個 希望他們會收斂一些 還有可以有一個督促 還有一個比較透明度的作用在這裡 論壇策劃人前智健解釋了 世界香港論壇的緣起 我覺得香港 是不認識的 這是一個因素 越來越有一個失聯 就是海外的人 海外和這裡的人 但是這個沒辦法的 你會越來越打壓 這邊就是越來越說 有自由民主的聲音 那麼我們還可以做些什麼呢 我相信在這麼 政治低氣壓的情況之下 唯有我們去支援想離開香港的人 而最近也有一個 應該是HKDC做了一個訪問 就是說想走走的 或者走了的人是佔七成的 三成的人是不走的 因為他走不了 因為可能有些父母在 或者不同原因 但是2019年那個事件是好像 上世的五十年代 上海的資本家下來香港這樣 那是一個逃亡的走 不是一個很開心的走 但是當然他是做到好像沒有東西 就是說說說好香港故事 說完這些這樣的說話 但是我的建制的朋友 很多都是兩手準備 還有資金是 說說只有5-7%放在香港 資金已經是在海外 因為隨時他的港版國安法是 搞到沒有人好搞的時候就搞建制他們 或者是做生意的人 那你知道中國共產黨裡面最喜歡人鬥人 那就是香港現在的不良的這些 這些這樣的文化全部都在那裏 那至於我們的世界香港論壇 就是希望說到一些重要的議題 比如說離散族群 要怎樣去找回自己的identity 那到滲透在這裏 選舉這裏都有很多infiltration 那現在言論至於香港沒有了 但是就是走著一條幹線去走 那都是不同形式的盡量去做 就是死馬當活馬醫 我相信都是要這樣 9月2號的多倫多現場直播 除了論壇策劃陽前致見在場主持會議外 嘉賓吳溫溫和龔小夏也到場發言 9月3號在多倫多還有一場 為香港政治犯的祈禱會 希望致正月月台記者黃曉祥 多倫多現場報導